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可能您非常容易连接到这则新闻 想象你的手机如果断网大概超过半天 有多少事情不能够做 澳大利亚第二大电信公司Optus突然故障 包括了铁路公司医院紧急服务全部当机 很多行冠行动支付的人到哪里消费都没有带现金 所以在断网的期间没有办法做任何消费 商家不能刷卡一整天几乎接待不了多少客人损失惨重 虽然这全澳洲最大的第二大的电信公司Optus 紧急在数小时之后陆续修复 但是澳洲政府会对他们这次断网展开调查 而且鼓励小企业就直接向他求偿 澳洲的工部门也慎重考虑 有没有必要继续跟这家电信公司续约 摆出满满的新鲜配菜 三明治店准备开门营业 老板却被刷卡机搞糊涂了 因为无论怎么操作都卡在尝试连线登入的画面 只能复现让许多上门的顾客好傻眼 因为现在太多人出门不带现金 就不是单一个案 澳洲第二大电信业者Optus 从当地时间8号凌晨4点左右开始大规模档机 让许多合作的商家措手不齐 没了手机网路仿佛与世隔绝 让许多民众觉得像回到原始人世界 数小时的断网当机 连路边摊小贩都大受影响 因为澳洲行动支付相当普遍 老板眼睁睁看着顾客上门 却无法付钱而离开 损失惨重 这次断网让澳洲各地哀鸿遍野 因为Optus在当地拥有超过 一千万名的行动客户 占澳洲人口的40% 而且Optus与大量公司航号和机构签约 从铁路营运到医院紧急服务 都受到冲击 连锁加油站没办法刷卡 让没带现金的民众只好幸然离开 邮价告示牌没开 因为没有网路连线更新 影响行业几乎是十一 住行娱乐都难以幸免 8号这天澳洲街头甚至出现 有民众被迫放假 因为没有网路 让工作大受影响 想趁放假悠闲一天 有民众把握机会到健身房练练身体 可是使用者付费没办法行动支付或刷卡 墙上的电视也因为没网路无法播放 业者紧急用手写版标示器材的使用方式 面对排山倒海的压力 Optus电信公司目前还找不到故障原因 只强调工作人员震尽全力抢修 初步排除网路攻击的可能性 并多次向外界道歉 澳洲通讯部长9号表示将调查整起故障事件原因 澳洲政府也鼓励小企业可以与电信公司联系 提出断网造成的损失并要求赔偿 坎培拉国会也做出决议将开启参议院调查 届时不排除将传唤Optus电信高层书面说明 此外澳洲首都领地近期恰好要更新公部门的电信合约 Optus无法及时处理故障问题 让公司信誉大打折扣 危机处理不及格 让澳洲第二大电信公司Optus信用破产 加上去年公司才遭骇客入侵 外泄客户资料 这回的大规模故障恐怕将让更多客户出走 TVBS新闻综合报导